的确开店最担心的就是如何解决隔壁店家的排队人潮呢 因为他们通常都不买 却又挡住了门口组外的生意 所以呢现在有些摊买很聪明了 出现了这S型的设计 同样的空间可以多点应有 风假夜市饮食小吃的一级战区 不怕做生意漫长等候客人上门 就怕人气商店的排队人潮挡到了我们 但要怎么两边兼顾可是有学问 你要往右手边移动啊 人气商店适时引导排队动线 但最重要的其实是摊位地点 像这两家店都是卖大肠包小肠 但当时选点摊位不租隔壁 反而租对面等假日排队人潮一出现 各排各的分流设计 不用担心门面被挡的问题 分流可能如果人多的话 基本上大家就是对消费者是比较省事一点 开店选点分散排队人潮 另外就像知名他口哨一样 有限的排队空间做S型的通道设计 从入口到出口人一多可以排上两排 也不用担心动线赛报 空间有利用到 不会说就是一定要到很外面 排到很外面这样子 也有路线的规划 把消费者圈在这个范围里头 S型设计 人多排一点也不用担心挡到其他店 而有些业者则采取抽号码牌的排队方式 不提供等扣区 但客人担心过号重排 只能自己找地方等 弹性自己调整 但不管怎么排 业者定出规定 看得出原则 还是紧扣着 不影响客人上门 也不伤了 探伤和气 中天新闻六月 龚玉德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